金玉岩穿自家民族服饰赴死到底隐藏了什么含义 记住了 一定不要再过这样的人生 金玉岩这一生才是如痴梦一场 只因为世子的一个微笑 葬送了整个人生 死的时候金玉岩还是穿上了浴室的衣服 但是他却梳上了长辫子笑着走了 临死前如意过来看他 告诉他浴室王爷上了道密折 浴室王爷说金玉岩是不知道哪捡过来的起因 是不是浴室人都是个谜 更别说是贵女了 金玉岩被当作贡女送到渣龙身边 他心甘情愿为了自己的王爷去和后宫中的女人争宠 虽在渣龙身边但心却在卖羊肉串呢 为了浴室王爷他争宠算计 生了儿子也要灌输向着浴室 身边的真书是最了解他的 两个人也曾在夜里穿上浴室服装讨论着未来 可以看到金玉岩的发型是盘发 这是为人妇的发型 一旁的真书却梳着大辫子 在浴室梳着辫子的是未嫁 而盘起头发的代表已经出嫁 金玉岩在后宫每次穿浴室衣服的时候都是盘着头 真书服左近玉岩也是忠心耿耿 他也明白金玉岩的内心一直挂念着王爷 只不过连爱恼加菲想不明白这一点 他一个外来女子居然想争后卫 污蔑如意和安吉法师有染 但最后被聪明的如意反击 这一次他弄丢了自己的军师真书也没了智商 从前跟着复查皇后那批人 他总能借刀杀人挑拨离剑 但如今没了挡刀的 军师也被送回去了 金玉岩开始走下坡路 直到自己被扎龙丢弃 他还念着自己的王爷 直到临死前如意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金玉岩心里最后一道防线也没了 太讽刺了 忙活了大半辈子 自己在那每晚吃情落泪算计争宠 王爷说抛弃就抛弃 金玉岩本就自暴自弃 这下可好 没一点活下去的念头了 他坐在镜子前笑话自己心疼自己 走的时候穿着母族服装 梳着未出嫁的发型 或许那一刻他谁都不属于 他也彻底放下了心中的执念 他再也不想和这紫禁城有一点关系 也像个未出嫁的小女生一样 重新期待自己的爱情 这一刻他只是他自己 他不是扎龙的妃子 更不是遇事王爷的一个贡品 韩香剑明明不情愿 为何还要乖乖士气 你别害怕 别担心 韩香剑被裹到了扎龙的床上 一句话也不说眼里一直流着泪 脸上的那道疤痕是他之前拿命抵抗的证明 但此刻的扎龙一副 终于把猎物征服的姿态欣赏着韩香剑 他抚摸着韩香剑的脸 但韩香剑扭过头 觉得无比恶心 可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还要试寝呢 扎龙在试寝前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会好好待你和你的族人的 扎龙使尽各种办法去讨韩香剑的欢心 还给他建了一个宝月阁 那天扎龙特地穿上了韩布男儿的服饰 还带来了韩布的族人 那群人大多是父女小孩还有老人 表面上是扎龙看中韩香剑换上韩布衣服 但实际上扎龙带着韩布的老弱病如来 就是让韩香剑看看眼前的这些人 那是因为年轻力壮的人 该留在韩布振兴家园 而这些老弱妇孺经不起边吹风烟 需要好生照顾 真会把他们全部借来京城 好好地照顾他们 这就是明里暗里告诉香剑 这群人要人照顾 你要是把我哄高兴了 给我事情 我就照着他们 你要是忤逆我这群老人小孩以后的生活 那可不好过 这分明就是在威胁韩香剑 扎龙不仅穿上韩布的衣服 还封了香剑为荣贵人 还当着后宫所有人的面说 不准欺负荣贵人大家和平相处 这也是在道德绑架韩香剑 一个皇上大费周折 把自己的妃子和韩布族人弄过来给韩香剑施压 韩香剑看到族人那一刻就心软落泪了 前面哪怕他拿着刀划自己的脸 也要抵抗扎龙 但现在不行了 扎龙给他台阶 他钥匙再不下 谁能想到这个小心眼能干出啥事 扎龙也是志在必得的样子 他每次看韩香剑的眼神没有爱意 而是在钉猎物一样的眼神 到了晚上 韩香剑终于去失寝了 之前如意就去劝过他 既然韩琪已经死了 为了自己和自己的族人也要拼命活下去 如意当然知道扎龙心里是怎么想的 他去劝韩香剑也是为他好 在后宫中的女人没人为自己而活 哪怕韩香剑百般不愿意 还是选择了牺牲自己保全族人 那晚痛快喝下的绝育汤 也表明他对扎龙的厌恶 韩香剑对扎龙来说就是猎物 他越不能征服越兴奋 哪怕是强迫是请扎龙 也是一脸得意 一副你能拿我怎么样的表情 为了自己的贪色 把韩香剑一生都困在了这紫禁城 如意到底有没有释怀 他临死前的口红早就说明了一切 恶人自食恶果 扎龙处理完未宴晚之后 去一昆宫找如意 当时的如意正用自己喝的 要给枯梅浇灌 扎龙来的时候 示意容配不要出声 他悄悄地走过去 但是如意还是感觉到了 对于扎龙的到来 如意并不意外 扎龙约如意去木兰 但如意说的是我就不去了 而不是本宫 他不再拿自己当皇后 这个时候的如意早就病重 更何况他不喝药 都灌给了枯梅 自从得病后脸上的憔悴很明显 没有气色 脸色蜡黄 嘴上也没有口红 如意向扎龙表明难以续果 花开花落自有时 他望着扎龙的背影 鞠了一宫彻底道别 扎龙走后 他却涂了一个特别艳丽的口红 在他断发被禁足到 设计班导位燕晚的时候 他一副很明显的病态模样 在和扎龙见面时 扎龙却没发现他不好好喝药 脸上毫无气色 也没有一句关心如意的身体 如意画着口红 把他和扎龙的合照剪了烧了 之后又去了俩人一起约会的城楼 这大红口红加上惨白的脸 丝毫没有美感很是突兀 因为他是一个病人 尽管费心打扮也掩盖不住他的虚弱和苍白 这是他在努力硬撑着自己的身体 之前从冷宫出来的他 虽然生活艰苦可依旧精神焕发 出冷宫时 他也涂了艳丽的口红 却净显气场 一个人有没有生命力 是完全可以从脸上看出来的 那时的如意生命力顽强自带气场 而如今如意经历了太多宫斗和扎龙的爱到不爱 他想离世前再感受一下这紫禁城 苍白的脸刺目的口红 和他因病重走路的姿态 形成了太鲜明的对比 看吧哪怕这样打扮 也还是能看出一个人生病虚弱 但那天去找如意道歉的扎龙 却没看出来如意的憔悴 也没发现他病重不吃药 如意死后 韩香剑和海岚并没有特别伤心和感慨 因为这两个人最懂如意 这对如意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 那个少年狼早就不是扎龙了 如意也把自己和他永远铁青了 他到死都是这么优雅安静的理开 还是那么美 他穿着绣着绿眉的衣服 守着枯眉就这么去了 梅花香自苦寒来 如意这一辈子太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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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吊炎淡 吊炎 装飓撤 fällt capitalize掛称 扎押赤 扎 我评人 想不再来